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17集 没过数日 督察院的御史便开始集体上书 参该宰相林若甫因夺他人家产 谋害百姓性命 此事已出朝野震惊 但由于吴伯安本身就顶着一个北齐奸细的帽子 所以一般而言舆论还是倾向于宰相这边 可是便在吴氏入大理寺树贡的途中 却又遇见了一场无由而至的刺杀 不知道是吴氏命大还是宰相命太差 当时二皇子正与晋王世子鱿鱼街中恰逢其时 旧了下来 如此一来 事情的味道就开始有了些变化 传闻深宫之中 皇帝陛下曾经问过太子和二皇子 此事究竟如何处理 太子在沉默之后说到证据不足 而且宰相大人于国有功 不可轻信人言 二皇子虽然当接就了吴氏 也仍然与太子弟弟一般的保持着一种沉默的态度 毕竟宰相乃是百官之首 无论如何处理都将引起轩然大波 只是当夜晋王从自己的儿子口中听闻此事 勃然大怒 十分难得的进宫与皇兄一夜长谈 具体谈的什么却没有人清楚 皇帝陛下当夜翻茧着这十几年来的奏章 看着户部的银钱 看着那些宰相大人一手辛苦做出的政绩 漠然无语 只得一声叹息 山东路刺史 彭亭生 啊 是十一年前中局的 那时候我初登相位 觉得这学生 很听话 宰相林若甫 今年四十多岁 面色却显得有些苍老憔悴 但没有想到啊 他竟会如此听话 你应该清楚 我没有让彭亭生做这些事情 吴伯安已经死了 若我真想拿他家人出气 岂会如此简单呢 或许 彭大人暗中揣摩相爷的心思 所以做了这件糊涂事 林若甫的心腹友人 袁岛红 微微皱眉 哦 林若甫 似笑非笑地 望了他一眼 轻声说道 可是 彭亭生不是糊涂人 如果不是相府出去的命令 他断不会拿自己的官生做赌注 更何况 前天在京中当街杀人 这事情 又是谁做的 为什么 会查到相府来了 袁洪道的表情有些木然 他轻轻捋了捋 河下的长须 说道 何宗伟是东宫的人 不过是个小棋子 应该没有胆量做这件事情 背后一定有人撑腰 只是不知道是皇后还是长公主 是云瑞 他在朝中的实力 大部分都在督察院里 这是 他在向老夫报复啊 报复什么 报复 很多吧 包括尘儿的事情 包括女婿的事情 包括 我与他之间的事情 其实 袁洪道 欲言又止 说吧 袁洪道 微微一笑 说道 其实 还是看陛下的意思 如果陛下不信 相爷的地位 自然会 稳弱台山 如此拙劣的手段 圣上一定会看得清楚 宰相微笑着 但问题 就在于 陛下 愿不愿意看清楚 相爷 何出此言呢 前些天 死了那么多金官 我身为文官之首 本来就要负责任 宰相 闭目 分析道 最关键的是 陛下 不想让我继续 当这个宰相了 袁洪道 很恭敬地回答道 相爷 其实事情 犹有回转之机 请范尚书说话吧 范府 与监察院的关系密切 如果陈平平大人 愿意站在相爷这边 那不论都查院如何折腾 陛下也会坚决地站在你这边 林若府 摇了摇头 陛下 只是想让我让开一条道路罢了 让开道路 给谁啊 给太子 或者说 是给将来的陛下 林若府 若有所思 继续说道 范贤的势头太猛 如果我还在朝中 他一手理着监察院 一手长着内裤 背后 还有本相 为他撑腰 这种权势 只怕连皇子都记不上 前些日子 我就对范贤说过 穆秀于林 奉必摧之 陛下的意思 很清楚 他想培养范贤 称为一代良臣 好生辅佐 将来做龙椅的那位皇子 既然 范贤要上位 本相自然就要下位了 若本相在 范贤就危险 袁洪道 微微以惊 但眼角余光 却发现相爷的唇角 挂起淡淡的笑意 似乎是在嘲笑着什么事情 窗外传来大宝碗水的声音 宰相的脸部表情 柔和了起来 站起身 走到窗边 往外望去 看着自己 憨憨傻傻的那个大儿子 眉头微微一动 轻声说道 明天 我会让婉儿 来把大宝 接去饭服 袁洪道 等着相爷的下一句话 我会进宫请辞 相信陛下 瞧见这些年的辛苦份上 会让老夫有个比较安稳些的晚年 袁洪道准备再说些什么 宰相 冷冷的挥手 指住 回头 静静的望着他 一阵极长的沉默之后 林若甫的话语里带了几次黯然 给彭廷生的信 是你写的 书房里顿时安静的下来 许久之后 袁洪道 才毕生应道 正是 就连此次 京中的刺杀事件 都是我安排相府侍卫做的 为什么 宰相皱着眉头 似乎很苦恼 老夫若朝围观以来 就只有你这一个朋友 子文平日里 对你也是极尊敬 为什么你会隐忍这么多年 忽然出手 而且一出手 就不给老夫留半点腿路啊 袁洪道与宰相相交半生 真可谓是一生之友啊 居然就是此人 着手安排了这么多事情 将宰相一手推入 如此尴尬的局面之中 他掌握了相府太多的秘密 今次栽赃干吃惊 愈发瞧不清楚 面前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谋士 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 夜色笼罩的京都里 袁洪道在书童的陪伴下 收拾好了自己的行囊 略带一丝怅然 回头看了一眼相府 紧闭的大门 轻叹一声 上了一辆马车 马车上 一位督察院御使 正冷漠地看着他 袁先生 什么时候 能够去塔利斯作证啊 袁洪道 看都没有看那个中年人一眼 右手轻轻 抚摸着河下的长须 扮赏后 才淡淡地说道 不用了 财相大人 明日就会入宫请辞 陛下 会终止此案的调查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督察院御使 一听之下 波然大怒 痛斥道 证据拒在 陛下一定会将奸相 所拿入狱 你若不敢当堂指证 当心自己脱不开干系 你跟随奸相多年 身上 那会干净啊 袁洪道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这位 一向以儒雅著称的谋士 此时的目光 却是冷力无比 像梁炳利刃一样 让那位御使 感到有些害怕 我只听从 信仰方面的命令 袁洪道 看着面前这可怜的御使 冷漠地说道 什么时候 轮到你 来安排我做事了 御使 大惊失色 这才明白 为什么宰相大人的心腹文士 居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候 返水 原来 对方竟然 也是 长公主 清晨时分 一辆马车赶在城门初开的时候 就出了西城门 马不停蹄地上了官道 往信阳的方向市区 袁洪道 摁了摁三柄里藏着的利剑 眉头微皱 心里盘算着 到了信阳之后 那位有些疯癫的长公主 应该会如何安排自己 这个潜伏了很多年的棋子 在他的内心深处 不可避免的 对于宰相林若福 有一丝歉疚 毕竟 他们是数十年的老友 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还要多一些 在相府隐藏了这么多年 最后终于完成了当年的承诺 在宰相下台的过程中 袁洪道扮演了最不光彩 也是最重要的角色 林若福没有杀他 这本身就是值得袁洪道感恩的事情 他已经遣散了跟着自己的书童 这辆马车上除了他以外 就只有头前那个马车夫 袁洪道冷冷地看着车夫挥边 发现对方手腕极其灵活 显然身上有着极为高明的武功 许久之后 车辆过了十八里驿站 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山路 正在此时 马车缓缓停了下来 车夫回头 用极不寻常 极为锐利的目光 冷冷地看着 袁洪道 稍许沉默之后 马车夫忽然开口说道 院长大人 命下手向先生表示感谢 他稍微顿了顿 又沉声说道 请允许下官私人 一年前就被陈平平安插在宰相身边的钉子 一切为了庆国 一切为了庆国吗 袁洪道 袁洪道 新的人生 渐渐地以当时还并不如何显山露水的林若福成为了好友 当时只是两个书生的偶然相遇罢了 当年的林若福意气风发 袁洪道沉稳憨厚 又经历了院中安排的种种巧合 终于成为了所谓的挚友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 林若福在长公主的支持下 在官场上一路顺风顺水 而袁洪道却甘心留在林若福的身边当一位亲客 甚至当林若福无数次暗示或者明示 他可以成为一方父母官时 他都是只是淡淡一笑 拒绝了 也正因为如此 雷若福更加将他视作自己人生中唯一的纯友 只是宰相大人 没有想到这位朋友 一开始就背负着别的使命 袁洪道其实也渐渐适应了这种人生 因为院子里一直没有什么任务安排给他 唯一知道他身份的几个人 也一直保持着距离 这些年里 袁洪道唯一帮助监察院做的事情 只是藏山别院 林二公子被杀之后 替监察院圆了一个谎 栽赃赃给了东一城 正因为是他说的 所以林若福就相信了 袁洪道这一生只背叛了林若福一次 也就是这一次就足以让宰相大人 黯然退出朝廷 这是陛下的意思 经由监察院 让他具体执行 也许是老友的背叛真的让宰相大人看清楚了这个人事件 所以第二日他的入宫 变得无法阻拦 就连犯贱的连番暗示 他都视若无睹 对于林家的将来 宰相已经全部寄存于女婿 范贤的身上 自然不愿意将亲家再扯进这趟浑水之中 三月中 礼部尚书郭游之死 刑部尚书韩志为贬 宰相大人请罪告老 陛下挽留吴国 赐饮返乡 督察院关于吴伯安一案的所有举措烟消云散 那位吴氏不知去了何处 陛下有指 贺宗伟才学德行俱佳 入宫受赏 恩职免氏 认为督察院御史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严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